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讲一桩发生在宁夏银川的凶杀案 2001年12月2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分局 就接到了群众的报警 说当地梁田镇有一个桥洞子里边 发现了一具男尸 并且还有大量的血迹 接到报警之后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勘察 同时还开展了走访调查工作 这死者是一名中年男性 看上去年纪应该是在50岁左右 据当时现场法医勘验 头部有非常严重的损伤 距离尸体50米左右的位置 有一根木棒 木棒上面呢 有缺损的痕迹 那么这个痕迹和死者头部的那个伤痕的痕迹 是相互吻合的 这就证明这根木棒就是杀人凶器 同时在尸体上还有抵抗伤 这就代表着他和凶手之间曾经有过争执和撕扯 不过呀 根据现场其他的痕迹来进行推断的话 这个桥洞只是藏尸现场 现场呢 没有打到的痕迹 所以这并不是案发现场 这个地方啊比较偏僻 旁边呢就是大片大片的农田 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在死者的身上却有一样重要的物证 什么呢 一个电话本 现在大家都不用电话本了 手机上存电话很方便 对吧 大家还都有微信啊 这就更方便了 但在20年之前 很多人都习惯把联系人的电话 写到一个小本子上 甭管到哪 这电话本啊随身揣着 这个电话本可就成了破案的关键了 因为在这上面呢 记录着几个内蒙古自治区的电话号码 随后警方啊 就给这几个电话号码 一一的拨打过去 经过核实 确定死者叫周哲化 是哪人呢 是内蒙古巴延闹尔林河人 在当地啊 那是养猪能手 并且人家还是实将嘛 不过说回来 他其实呢不是土生土长的内蒙人 他原本呢 是四川绵羊人 是前几年 迁居到了内蒙古 那么这周哲化的遇害 会和他在家乡的经历有关吗 到底是谁杀了他呢 民警啊 兵分多路 一路人马呢 就去到了这周哲化的老家 四川绵羊 他的老家呢 是在绵羊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子里边 这个地方啊 交通比较闭塞 经济呢 也比较落后 之前一直就是住在这儿 周哲化呢 有一个妻子 有一个女儿 女儿啊 叫吕桂英 您各位可能纳闷了 怎么周哲化的女儿 会叫吕桂英呢 因为他的女儿啊 是他的妻子改嫁之后啊 带过来的一个孩子 当时改嫁的时候 这吕桂英啊 只有七岁 吕桂英的母亲跟前夫呢 一共是有三个孩子 一个男孩 两个女孩 吕桂英的姐姐 叫吕桂华 因为他跟前夫呢 性格不合 经常是吵吵闹闹 最后过不下去了 这才离婚的 吕桂华跟哥哥呢 就跟着父亲过 这吕桂英呢 就跟着母亲 改嫁到了周哲化家 改嫁之后啊 这周哲化呢 就带着他们 去了内蒙古了 据吕桂华回忆说啊 母亲带着妹妹 自从改嫁之后 我们很少联系了 倒是到内蒙之后呢 我也听说过 说他们到那边 是去养猪去了 具体有点什么情况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宁夏淫川的公安局民警 除了去到了四川绵羊 调查周哲化之外 还有一路民警 去到了内蒙巴延闹尔林河 就到了周哲化 后来生活的地方 在内蒙啊 可就有了重要的收获了 据周哲化的妻子 也就是吕桂英的母亲说 在遇害前三天 有一个山西大同人 找到了周哲化 说是合伙啊 去宁夏淫川 干一笔大买卖 到了淫川之后 这周哲化跟家里边 可就失去联系了 再也没有消息了 莫名其妙的一个山西人 到了内蒙 去找周哲化 还一起去淫川 这摆明了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当时啊 这个人呢 给周哲化的妻子留下了一个电话 还别说留的呀 还是真电话 这一查 发现这个人呢 叫李进山 周哲化遇害之后 李进山可也没回山西大同 经过多番调查 发现这李进山呢 躲藏到了北京 藏到了一个建筑工地里边打工 随后 淫川金凤区公安分局的民警 又到北京开展工作 在北京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把李进山就给抓获了 李进山呢 很快就供述了犯罪事实 是怎么诱骗周哲化 又是怎么杀害他的 当时呢 他把周哲化呀 诱骗到了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段 那时候到了那儿 已经是晚上一点多了 特别的冷 这周哲化呢 脾气大 一边走着一边骂呀 很生气呀 你这带我来什么地方来了呀 这么晚 把我骗过来 走了半天还没到呢 骂着骂着 俩人可就打开了 打着打着 这李进山 随手抄起来棍子 朝着这周哲化的后脑勺 可就给了两棍子 照理说 这李进山和周哲化 之前那是素不相识 那他为什么 专程从山西到内蒙 去骗周哲化 骗到严川杀害呢 民警啊 根据进一步的分析调查走访 发现案件背后 隐藏着另一个犯罪嫌疑人 李进山说呀 他是伙同吕桂英 诱骗杀害周哲化的 天呐 吕桂英是谁呀 是周哲化的妓女呀 吕桂英呢 在案发前好几年啊 人就远嫁山西了 那么吕桂英会是同谋者吗 警方啊 立刻展开调查 这一调查 可就发现不对劲了 案发之后 吕桂英也不知道去哪了 婆家人呢 都找不着他了 经过大量的工作 民警啊 也对吕桂英 可能去到的地方啊 多方向的进行追踪 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找不着吕桂英 阴川的警察呢 就找到了吕桂英的姐姐 吕桂华 去了呀 直接就跟吕桂华说 你妹妹出事了 啊 桂英出什么事了 你妹妹杀人了 当时吕桂华就懵了 不可能 因为吕桂华知道 吕桂英一直柔柔弱弱的 性格啊 还挺内向 说妹妹把她的继父给杀了 她没那么大的胆子呀 吕桂华难以相信 随后 吕桂华还问民警 他为什么要杀她继父啊 民警说不知道 但是你妹妹已经跑了 民警东查西查 经过大量的工作 依然是找不到吕桂英的下落 2002年9月份的时候 阴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李建山死刑 李建山死了 但是这起案子远远没有终结 阴川市公安局 金凤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们 一直没有放弃这起案件 因为最终李建山的供述 给这起案子可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他说吕桂英和他一起做的案 如果吕桂英真参阅了 他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案发的时候 吕桂英远在外地啊 再说李建山跟周哲话 也没有什么瓜葛呀 看上去怎么都不可能的一起凶杀案 为什么就发生了 这吕桂英和李建山之间 到底又是什么关系 后来啊 吕桂华就跟阴川的民警承认了 说要说他杀了继父啊 我倒是也能理解 因为我的妈妈改嫁之后 非常的不幸福 听说他那个丈夫啊 经常不回家 对我妈也是又打又骂 他那丈夫一直在外边有女人 有时候还把外面的女人带回家呢 我妈得给那女人做饭 得给她们买酒买菜 不听话就打我妈 可能经常因为这些事情吧 他们经常打架 就让桂英啊 性格是越来越内向 慢慢的也不爱说话了 这些事对桂英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吕桂华的这些话 这其实就是在暗示民警 吕桂英如果真的杀了继父的话 那应该和家暴是有关的 不过到底有没有家暴 事实是不是如此 在他们家乡的邻居那儿啊 又有着不太一样的说法 有邻居就说了 哎呀 周哲化那人哪 是平时话多点 吵是吵过 不过打架嘛 嗯 我倒是没见着过 可也有的邻居说 他们呀 是没事 又吵又闹的啊 打架的事 我也听说过 可我们再退一步说 即使说家暴真的存在 可毕竟吕桂英 已经远嫁山西了呀 之前家暴这些事 这都是陈芝麻烂骨子的陈年往事 至于远嫁之后 好几年还念念不忘吗 如果真的要报仇 怎么在没到山西之前 还在内蒙的时候 你不报仇呢 这里面呢 一定有着更多深层次的原因 后来吕桂华也说 说我妹妹呀 这些年不容易 我想到她呀 这心里就不是滋味 吕桂华说的这些话 明显是欲言又止 他应该是知道 这里面更多的隐情 但是他没有和警方说 那么目前来看 只有找到本人 这才能够解开这些谜团 从案发之后 警方就出动大量的警力 做了大量的工作 寻找吕桂英 一直找了18年 还是没有找到 那吕桂英到底去哪了 这起案子真的和他有关联吗 他和李进山和周哲化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说不清的关系呢 咱们上期节目说到了 时间一晃就过了18年 从2001年到2019年 这18年期间 警察没有放弃任何线索 但始终就找不到吕桂英 这侦察员们是换了一查又一查呀 公安局的领导也是换了一任又一任 但甭管谁当领导 甭管侦察员再怎么换 只要到了局里正式上班了 那么就得把这案子拿出来 重新的研判 有一个民警啊 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还说呢 说案发的时候我只有七岁 但是这起案子我接手之后 我把当年所有的案卷相关的资料 我得一页一页的看过来 对于找吕桂英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放弃 那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9年年初 公安部呢 开展了全国公安系统的云建行动 随着现代刑侦技术的发展啊 寻找这些逃犯变得呢 越来越容易 他们又把当年吕桂英的图像资料上传到了公安部的系统里面 最终发现在四川江游有一个女人 相貌和年轻时的吕桂英 那是高度相似 于是这个女人就成了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 宁夏自治区 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分局 集结了精干的警力 去到四川江游展开调查 这个可疑的女人呢 在四川江游呢 开着一家烧烤店 生意特别的红火啊 一到了饭点的时候 你就看吧 大家准在那排队 民警们呢 因为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呢 也没暴露身份 跟其他顾客一样 到了这店里边啊 该点单点单 什么是撸串子 什么是烤大腰子啊 那招呼着吃吧 一边吃着 一边就观察着这个烧烤店的女老板 观察她的一言一行 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啊 民警们就把这个女人的长相 和脑海之中啊 吕桂英那照片进行了对比 嗯 很像 再听她说话吧 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于是民警判断 这肯定不是从小到大 生长在四川浆油的 如果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话 那么你说话的时候一定会带有浆油的口音 这就证明外地人 照片长得又像 聊天的时候呢 又寒暄了几句 这个女老板呢 很会打点生意啊 一说话呢 就喜欢笑 一笑啊 哎 有一对浅浅的小酒窝 长得挺漂亮 看着呀 就那么喜庆 哎呦 这可更让民警确认 这个人呢 八九不离时 就是吕桂英 为什么呀 吕桂英 也有那么一对小酒窝 在这暗访完之后 回去又进行了调查走访 又进行了综合分析 最终确认 这个女老板 就是失踪十八年的吕桂英 而吕桂英怎么也没料到 她化名潜逃了十八年 还是被找到了 等到第二天 烧烤店还没开门呢 民警们呢 可就过去了 吕桂英来了 这么一看 哎呦 你们前一天在这才吃了吧 这么着 我呢 先开门 这还没弄好呢 你们稍微多等一会儿啊 这时候带头的民警就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吕桂英啊 这一句 可把这吕桂英给说愣了 愣了一秒钟之后 就笑出来了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时候啊 吕桂英已经非常的震惊了 你的身份证呢 啊 等一下啊 因为这回啊 任民警呢 是穿警服过来的 也有相关的证件 相关的手续啊 所以呢 吕桂英倒是挺配合 让吕桂英跟着走 人也就跟着走了 但是在审讯一开始 吕桂英啊 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吕桂英啊 我不是 你们问什么 我不清楚 最后啊 民警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吕桂英啊 我们是来解脱你的 18年了 今天我们过来能够找到你 就已经能够肯定你是吕桂英了 这件事情 你一辈子总得面对吧 这句话一说 吕桂英的心理包袱 可就卸下来了 他呀 后来就跟民警说 这18年 东躲西藏 虽然日子过得挺稳定 但一直 我在高度警惕着 我就怕警察找上门来 等到吕桂英成任之后 民警们呢 也没多刁难他 哎 就一块在那闲聊天 其中吕桂英就说 你们昨天吃完饭之后 应该是在我这店马路对面等着我吧 你们开着一辆蓝色的轿车 是吗 原来啊 吕桂英这么多年 已经有了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从这个事情上也能够看到他警惕性之高 因为他关店门的时候 发现对面的那辆蓝色的轿车也启动了 并且跟着他的方向一起走了 既然身份都承认了 那接下来得说说正事了 吕桂英要杀害周折化 杀害自己的继父 难道仅仅是因为继父 在他年幼时候的家暴吗 还有他和李进山到底又是什么关系 他怎么缩死的李进山呢 吕桂英啊 对当年的一切那是历历在目 他说了 最初呢 不打算杀死他 就想着教训教训他 和李进山之间呢 也没怎么商量 就说随便打一打 教训一下就行了 案发前一晚的时候 李进山呢 以做生意为名 叫着周折化 坐上了去银川的火车 其实吕桂英也在那列火车上 只不过呀 是在另一个车厢上 买票的时候呢 是李进山和周折化 先去买的 吕桂英呢 后买的 通过这些事实 警方就认定 吕桂英说 仅仅想教训一下周折化 显然不可信 如果真是想教训一下 我就想打他 打他跟踩过似的 那你完全可以在八言闹耳临河打呀 啊 你为什么飞到银川去打去呢 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 哪怕你拉到山西打去都行啊 是吧 这毕竟是你婆家呀 到了银川 谁也不认识谁 在乘车过程之中 他们作案的分工还很明确 你先买票 我后买票 你做这车厢 我做那车厢 这明显的不是冲着打人去的 这是什么呀 蓄意作案 那吕桂英 为什么要杀死周折化呢 在面对民警询问的时候 吕桂英啊 是嚎啕大哭啊 吕桂英一边哭着一边说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从小特别讨厌他 就从小讨厌到大 如果没有当初他那么对我 我不会今天坐在这里啊 不过吕桂英啊 始终不愿意回忆过往的生活 他呢 远嫁山西之后 本来日子平淡安稳 平时见不着面 对继父虽然是讨厌吧 但是那种恨 慢慢的也就淡下去了 可是在案发之前一个月 继父周折化 给吕桂英打了一个电话 跟吕桂英说呀 你妈病了 你来临河看看她吧 吕桂英当时可就愤怒了 她知道妈妈病 这只是一个托词 让我回去绝对不仅仅 是让我看看我妈那么简单 我现在躲的都来不及呢 我不想回去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吕桂英七岁的时候 她跟着母亲改嫁之后 在这么多年成长经历之中 在她的生命之中 留下了不可抹杀掉的阴影 远远不止家暴 还有强暴 侮辱 吕桂英啊 在面对民警时 失声痛哭说 十二岁那年 我妈妈去赶集 然后 然后吕桂英哭得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但是 他后面想要说什么 大家都能够理解 后来 为了躲避家暴 躲避骚扰 吕桂英的妈妈还带着吕桂英 去内蒙投奔亲戚 但是 这周折化又追了过来 最终吕桂英 为什么远驾山西就是为了逃避继父的纠缠 他就想着 我躲得远远的 越远越好 可没想到 哪怕再远 继父依然在不停的骚扰 接到电话之后 吕桂英就意识到了继父的真实的意图了 所以呀 他在那气的都不行了 当时呢 吕桂英啊 还没开烧烤店 开着一个小卖部 这李建山也就是杀害周折化的凶手 正好来这小卖部买东西来了 一看吕桂英这样就问他 桂英啊 怎么了呀 然后呢 吕桂英就把这些事跟李建山说了 那么这李建山跟吕桂英什么关系呢 李建山呢 平时呢 承包一点小工程 经常到吕桂英小卖部买东西 吕桂英后来也承认一来二去的 因为吕桂英长得确实也挺漂亮啊 李建山呢 就对他呀 有了点那种意思 俩人呢 什么也没发生过 李建山这人呢 让吕桂英感觉也挺踏实 有什么事啊 愿意跟李建山说说 听吕桂英说完之后 李建山也很生气啊 就问吕桂英 你想不想 去揍他去啊 吕桂英转念一想啊 既然有人想打他 愿意替我出头啊 行啊 揍他一顿 让他尝尝 我从小到大 被他打的滋味 李建山呢 和周哲话不认识 于是俩人呢 精心策划啊 这吕桂英 就把周哲话的电话 给李建山了 李建山呢 就把电话打到周哲话那 说我呢 在宁夏银川 有个小工程 听别人说 您当过石匠活干的不错 想跟您合作 至于贡献 放心 绝对不会让您吃亏 随后呢 就又到了内蒙 找到了周哲话 周哲话也没起疑心 跟着就去了 随后他们就前往了案发地点 吕桂英 在附近的一个旅店 也就住下来等消息了 等天快亮了 李建山来了 跟吕桂英就说 桂英啊 快走快走 怎么了 我把他打了 拿什么打的 棍子 哪打的 后脑勺打的 赶紧别说了 快走快走 俩人逃离银川之后 就分道扬镳了 几经辗转之下 这吕桂英啊 又回到了四川 隐姓埋名 就藏起来了 据吕桂英后来说啊 这么些年 18年的时间里 他经常心里边恐惧害怕 有监控的地方不敢去 甚至他说 开了烧烤店之后 很多人喝醉酒闹事 踢了摊子 他都不敢报警 都得忍气吞声 没事就闷在屋子里边 也不敢去热闹地方 其实这是一个从受害人 到失害人的一起悲剧啊 原本他能够用更好的方式 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啊 但因为种种原因吧 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里面 会涉及到的相关的一些 法律知识点吧 吕桂英啊 并没有亲手杀害周哲桓 那么他算不算故意杀人罪呢 其实是算的 他这是属于故意杀人罪里面的 故凶杀人行为 属于教唆犯 而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 教唆犯也是属于主犯啊 按照主犯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原来在节目里咱们也说过啊 故意杀人罪跟其他的这个罪名 在刑罚量刑上啊 他不太一样 别的一般的都是从轻往重判 比如说判处20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但是故意杀人罪 那是死刑 然后再无期徒刑 或者啊 20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吕桂英 尽管当年也是一名受害者 尽管他没有亲手杀死他的继父 但是他要承担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现在其实要好多了 在过去啊 面临强奸案啊 包括侮辱啊 猥亵的时候 很多女孩子是不好意思不敢站出来发声的 反而这就给了那些犯罪分子更大的勇气啊 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侥幸心理 没有什么不敢站出来的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受害了 我们是受害人 他是犯罪分子 我们就要站出来 让他受到法律的惩处啊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类似的犯罪行为越来越少 其实是决定的犯罪行为越来越来越多了